两种方法,一个Round 我有推荐用Format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用Format Format的话基本上你就是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这个就是大瓜糊 就是它的规则 后面里面的话加一个它的规则 就是取到小处点的第二位 当然会有同学说老师那其他的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规则 如果我这样要格式其他的东西的话怎么做 基本上你可以参考几个资料 第一个底下这边有格式化的规则 这个就我们刚刚用的小处点第二位 如果你要产生这个结果 你可以用前面再加一个加号等等 或者是说你要在资料前面补几个0 如果补两个0的话就变2D D的话就是整数的意思 所以底下还有其他 还有就是什么补0的位置 还有就是豆点千分位符号 就像有点像在Excel里面做一些格式化的设定 那你通通都可以用Format来实现 所以特别注意 在Excel能做的这边也都能做 你可以靠Format帮你完成 所以如果你不会用Format 所以你输出变它就是原始资料 那你怎么办 你没办法格式化 当然这个有点难度 像靠左靠右 百分比等等的这些 当然还有更多了 所以如果我想不过大家这些应该暂时就够用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 其他还有哪些可以参考的 其实一般除了那个书籍之外 其实我最常参考的就是官网 官网的话呢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你打那个Python 有没有 Python按Enter 其实就会找到有没有 第一个就是它的官网 Wellcome 它是ORG 意思说它是一个 不是.com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 一个非盈利组织 所以自由软体 它标榜的就是它不是靠这个来赚钱的 那里面的话它会update 所以现在最新的版本 这边有download download最新的3.81了 那当然我们用的版本是3.74 不过其实跟各位讲 应该暂时也没什么差别 因为最新跟最旧 有时候反而我还不 不一定会用最新的版本 因为最新版本常有bug 那个bug有时候 因为我讲过嘛 因为它没有愿意收钱 所以有bug 有时候是难免的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通常习惯用在前一个版本 因为它已经稳定了 新的东西它加了一些东西 它不见得那些东西 它们都debug过 除非说人家问题遇到 然后会反应 然后会把它修正 会有新的版本 新的版本又有新的问题 所以常遇到 所以有时候我不一定会用最新 但是也足够 因为这些东西基本的都一样 只有加一些新的东西 或改变一些规则 这个跟各位讲一下 第二个的话 这边有个document 就是说官方版的文件 所以Java也是一样 它有个Duck Duck就是它的官方版的文件 所以所有的东西怎么去使用 它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 只是说一般官方的东西 写的一定都会很自私化 所以你看的话 有时候不能够把它当小说散文来看 你就很略看就好了 看重点看关键字 看到你要看了就好了 其他的话 只要解决你的问题就 这里面当然有个Duck 有没有Ducks 你就找到里面 有3.x跟2.0 不要用 因为这2的版本 它现在已经不support了 所以用3的 3.x的Duck 然后点击进来的话 最新的版本就是3.82 里面的话 当然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英文的 不过以前 只有好像英文版 跟 好像记得是法文 然后还有韩文跟日文 最近我看了一下 它多了一个中文的 但是简体的 简体中文 不过呢 简体中文聊胜于无 OK 所以如果你英文程度好 那你就看英文的 OK 如果你不是你就看 简体的 简体跟看英文哪个好呢 反正自己去决定 未来如果有个 繁体的那更好 不过可能要有人去做 因为这都是非定义组织 一定有那种义工嘛 所以如果你相来 可以帮忙去做的话更好 那里面的话呢 它什么 安装模块 模块其实叫module 它翻译的关系叫module 那当然有个入门教程 怎么去做 另外的话呢 标准像我们formate 那个怎么来的 其实就是从那个 函式formate 就是我们的function嘛 就从这边里面可以找到 它是关于什么呢 关于 自串的 所以这边有个什么 street street 所以你可以从street里面 找到 这边有很多关于 自串方面的函数 其中一个就会有个formate 所以你往下找 一定会有个formate formate的使用方法 OK 只是说呢 它的细节部分的话 你可以点击进来 但它写的其实我觉得 也不是说非常的清楚 所以你可以什么 可以顶多是点进来 它就是大概这样 其他还没有更多 也许你就再会在 文件里面找找看 然后这里面其实是 一个资源 将来也蛮多地方 我都会从里面找到参考 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 回去也许 把这个里面相关入门教程 也许看一下 当然刚开始我看不是那么懂 你就略看吧 就不求圣钱 但至少慢慢你会 从因为你实作过 然后你会慢慢越来越清楚 再来的话把这个当成是 什么使用手册 所有的使用手册 如果你真的不懂 你可以来这边 找一些参考吧 OK至少它是官方 而且是第一手的 那很多书里面的东西都是参考 这边去撰写出来的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提供我会参考 你可以什么 很好找 第一个就关键字找什么 找那个这个 Python 有没有 然后呢 第一个结果就是 Welcome 那你就找到Download 你可以找Download最新的 或者Documentation 这边有文件 大概是这样子 其他部分我想各位可以 所以有时间的话来这边逛逛 那未来这边还会用到一些 像它里面的什么呢 常用到的就是 还可以在里面找到蛮多资源的 所以也许各位从这边可以找一些东西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再看 这个 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我要把这个底下部分完 所以刚刚讲过BMI 所以我可以直接在这个字串前面加一个BMI 冒号 如果要双引号的话记得什么 反斜线双引号 这个后面的话再加一个反斜线双引号 输出就OK了 不过输出的结果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什么 这个看起来好像已经接近了 可是呢在标准前面我需要加 平语冒号两个字 可是问题来了 我要把平语冒号两个字加在哪里是最好 你想说是不是加在这 可是问题来了 比如说我今天加什么平语两个字 冒号 但如果说我今天呢 加在这里 那只有过清有 那其他呢 所以你可能会遇到过你复制贴贴贴 那变成说你要总共再贴五次 那当然其实结果是也可以啦 只是说 如果我不希望说既然那几个字都重复 那是不是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不要让那个字串重复 不出现的话 可是该怎么做 OK 所以假如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第一个 恐怕你就要从哪边着手 一 你应该放哪里 对 所以这个平语冒 那特别注意哦 然后如果我把什么平语冒号这几个字 放哪里呢 放在这个后面 有没有 他就输出了BMI冒号 然后这个 这个结果就是他的BMI值 那后面的话应该怎么 加一个换行 让他怎么 因为如果我说你接在后面的话 他就变成说他就放在他的右边 那可是我希望他放在他的下一行 那下一行怎么换行 我刚刚有讲过脱离字元里面 反斜线什么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请你帮我在这个字的后面 加一个换行 把平语怎么样 换到下一行去 OK 这时候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 特别说这个反斜线N是这样用 所以为什么脱离字元有特别强调 换行 OK 那我执行给各位看哦 那这边的话身高 180 随便打一个 体重的话 50 随便打80好了 Enter 这个时候的话 平语出现了 可是问题来了 过重 奇怪 跑到下一行去 跟各位讲一下 那为什么会跑到下一行 主要的原因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各位讲 这个printer本身有没有 这个printer他本身呢 他会帮你输出结果 printer嘛 输出到 但是呢他最后会帮你在 这一个输出的结果后面呢 帮你加个Enter 也就是后面会多一个什么 反斜线N 这个是一定的 printer这个 这个函数 他本身就会多一个换行 所以如果你将来希望怎么样 将来希望就是说最后 你不要帮我多次哦 在这边帮我按个Enter的话 也就是我这边输出之后哦 我这边不要多这个 这个Enter要拿掉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哦 可能你要多记一个东西 如何把printer里面的那个换行拿掉 那你就在这个printer的 扣瓜符哦 这个前面加一个逗点 多个参数 这个参数就是哦 请你帮我把最后的那个换行拿掉 哎怎么拿掉 加个end end就是他最后的那个换行符号 等于什么呢 清除 清除的话就是双引号两次 就是再加一个参数 参数名称哦 就是end 最后面的那个换行 帮我把它清除掉就可以了 意思说不要换行 所以以后呢 假如你输出不要换行的话 那就加一个end等于这个 一个空字串就可以了 这个空字串哦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最后那个换行 把它清掉的意思 OK 然后呢我们执行一下 各位看一下 0180 刚刚会错 现在会不会错呢 Enter Enter 各位可以看到 最后的结果呢 那就会是符合我们要的这个 最后要的那个样子 就是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 这边 然后我把平宇这个 放在他的下一行 所以反斜线N 换行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 不要让他多换行 所以把它后面加一个end等于空的 那这样的话就符合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 OK 那这里主要就是透过那个format 它可以帮我们做字串的格式 然后并且 再加上那个反斜线N 帮我换行 OK 试一下 当然呢 如果你那个平宇它写不出来 你大概写在那个 输出的每一个前面 倒也是 无仿 只是说像我的习惯 我每天看到重复的东西 第一我会想到说 有没有办法让它不要重复出现 我只光看到我都觉得 这样好像 就是总是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没做完 这有点像是城市的洁癖 看到不行 一定要想办法 把它弄到不要看起来就觉得 这边好像这边有问题的那种感觉 所以城市当然会有一个 如果你将来喜欢写城市的话 你会发现城市永远写不完 你会一直想这边是不是还可以再加一点什么 这边是不是还可以再改什么 OK 所以不要惧怕说 城市的变动 将来你只要想到一个什么东西 你可以自己再去把它稍微修改 或者是说你有什么工作上会遇到的相关问题 你也可以把它拿到类似的范例 然后把它套用一下看看 如果你工作上的逻辑 然后改成改变之后 你也可以把它写出来的话 那表示你是真的懂了 OK 你不要说你只会这个范例 以后写BMIOK 那如果写别的东西 那你就不OK 那这样的话当然 也就不是这个所谓的活学活用 尽量 当然我们未来目标还是希望 反正你遇到什么样工作上的问题 你就可以马上把它这个城市写出来 OK 那你的问题就一劳永逸的解决 那当然是最好的 OK 那你这个效率绝对就是不一样 写完成词之后的话 好处就是说真的可以一劳永逸 同样重复的事情就不用重复做了 而且好处就是真的感觉很有成就感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把这一体BMI的这个结果 我先试着做做看 好处 打开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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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处